疫情影響 不能出国旅游 许多人开始走进山林吸收分多金 新北观光旅游局推出微笑山线 当时民众运用五个感官 探索家山的风情 只要搭乘火车 捷运或者是公车 就可以到达美丽的江山步道 好好的放松心情 有听觉 有视觉 有受觉 有触觉 其实这些五感的体验 亲近山林之后呢 都能够让大家比较放松 尤其在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是很需要在户外的放松 这是一个相当疗愈的过程 我们也邀请大家共同的来参与 汇集多条步道 包含三峡渊山步道 树林大同山景观平台等景点 推广区域共计九个行政区的山区步道 更是首次尝试以不同的感官角度 规划出六大主题活动 透过丰富的五感体验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微笑山线 好好地呼吸 感受山林的气息 活动借由近山观光凝聚社区居民 爱护家商环境的意识 更跨界与艺术工作者合作 透过与商分故事设计师 以及声音艺术家 共同打造独一无二的家商气味小旅行 还能透过声音感受微笑山线的风景 这次很高兴可以参与微笑山线的活动 那这次呢就是我会跟另外一位声音艺术家 小云安琪合作 那我们将会透过一些像是声音采集啊 然后在地感知 然后甚至是带领着大家一起进行工作坊的创作 用听觉的方式走读新北的家山 活动将于1月6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 活动期间只要参加任何一条微笑山线的行程 就可以获得微笑山线徽章一枚 详细的资讯请上新北观光旅游网查询 此内新北报导